時間滴答滴答所有電腦硬碟 檔案通通拷貝一個都不漏 從Email信箱到所有瀏覽網頁 成功竊取個資 或者是監看監視器 讓當事人就像活在楚門的世界 所有一舉一動都被監控 高科技電腦隨時監控 GPS也是必備品 當然是電影場景 但真實生活中的真信涉業者 又該怎麼摸套當事人 索線索從不要的垃圾 到家中信箱 通通翻過一輪 就連P家裡的發票 都能秀出不對勁 但業界不能說的秘密 就是賣個資 現在算是一個常態 他們警方洩漏的 因為他有公權力 可以取得這些資料 真信業者說 過去曾經有大老婆懷疑老公外遇 翻遍老公P家裡所有發票 連車子都不放過 終於在超商發票上找出端倪 這老婆在這個 收集老公新任的兩個月的發票 她慢慢去收集 縮腳換尾 終於還是說她老公在哪 楊小山 在哪個方向 哪個地點 哪個大樓 不只大老婆抓猴 就連政治疊對疊 和公司商業機密 真情業者都會相盡辦法 明的暗的 不論是變裝潛入偷拍搜證 或者向警方買個資 儘管遊走法律天原 也成了業界不能說的秘密 記者詹品紅 陳孟輝 台中 彰化報導